各位有消息 央视军事微博说 今年6月17日 福建航母下水一周年 现在已经准备海市 换句话说 中国将进入三个航母的时代 到底怎会影响中国的各种军事力量 这个朋友会和大家介绍一下 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下 有三个航母 大部分时间 中国都有两艘航母正在工作之中 这一般来说 比以外是中至高强度海军战争所必须 另一个重要的地方就是 J35将会成为上航母的隐形战机 我们知道 J35和 J20 两个战机 差不多一同时间 曾经出现过 然后大家知道 J20 现在已经成为 中国的主力制空的飞机 而 J35 现在陆陆陆续续 已经有能力上航空母船 而那两艘现在靠跳跃起飞的航母 即是最先的两艘 里面的 J15 将会完全被 J35 取替 当然要功劳在 WS19 太行19 的引擎 这个推总比是接近10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J35 可以满载起飞 这个很重要 可以满载起飞 跳跃式起飞 当然 弹势更容易 使得中国真真正正 可以有一个航母支撑的恐怖队 回到辽宁和山东号 也会有隐形战机的保护 每一个这样的跳跃式航母 前面两架 辽宁和山东号 都可以携带两个编队的 J35 福建号可以带四个编队 其中两个编队就是 J35 另外两个是 15B 的攻击编队 如果我们同时有两个航母的话 换句话说 中国可以有48至56架 J35 的战机 在航母支援之下作战 即是表示你会有两个 J15 B 作为攻击 四架预警机和四架电子战的战机 中国航母最重要的工作 不是打击其他海上船隻 而是要争取制空拳 原因是中国巡航艦 对于反船艇的火箭来说是非常成熟的 中国可以利用驱逐舰 发射攻击其他航艇的战舰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如果去到2032年 中国有四架航母的话 那就非常理想 如果这样的话 需要有六架航母其中 因为大优美的航母 有三分之一的时间 要入厂维修和各种东西 所以要有四手 即是有两手在厂维修 总共要六手 中国现在其实是有能力 同时建造两手 有两个船航可以做 所以中国如果真的要 要建造一个有能力 但问题是 有没有需要 中国有高超音速的反船 反船艇的火箭 这就改变了一世的东西 不需要靠航母群去做这个 到2032年 如果有四手航母的话 同一单一时间 可能有三个 是非常足够 尤其是当台湾 台湾省需要武统的时候 三手航母是绝对够用 直至台湾和中国大陆统一 之前 中国的航空母艦或者海军 最主要目的 仍然是维持自己周边海面的安全 而不是真的要太多的远洋作业 当然 当台湾回归中国之后 中国的角力 亦可以说 有一个非常大的上升 在这情况之下 自然是需要 派遣各种不同的蓝席之旅 在世界上 维护安全 和我们相信的安全 那时候 这是另一个后话